在古代史中 国号的确立往往被当作一个朝代开始的标志 中国古代的国号非常有特色 本期我们先谈谈秦这个国号 秦朝是我国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朝代 它的国号是因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 秦国 银姓 赵氏 其先祖因为养育牲畜很厉害被赐信 然后又成为西州的附庸国 最后又因为西州被犬戎攻破的时候 秦相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 这才成为诸侯国 秦这个字本意是一种像杂草又像谷的东西 据说秦人祖先妃子为周朝养马 大量种植了这种马区的秦和取得大成功 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 但秦人当时正像这种非草非谷的作物一样 混居在犬戎当中 史希就说秦人子孙 或在中国或在遗迪 跟西戎一曲这些部落通婚结盟 几百年来被中原人士避世 这也使得秦人最初从哪里来 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 从史学家蒙文通开始 就提出秦人其实就是犬戎的一只 而新进的清华简认为 从秦人的姓氏来看 其始祖有可能起源于东方 在西州初年因为获罪 被贬到西方手边 考古证据进一步证实 虽然不能排除秦国核心集团 是一族的可能性 但在整个东周时期 秦人已经完全融入了 周人的社会框架中 秦国最初的核心统治区 在雍这个地方 也就是今天甘肃省 天水到隆南一带 成为诸侯国之后 他得到奇山以西之地 进而又夺下原来西州宗室的地盘 最后以关中平原起家 掩有天下 从华裔混合文化 变成中国主流文化 秦这个字还不可思议的 竟由梵文演变成现在的 China一词 秦国的成功 还在地理学上证明了 古代关中平原 是最大的战略地区 后来有用秦这个国号的政权 都是因为起家于这里 项羽分封18个诸侯王 还把关中歌为 雍 赛 敌 三国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三秦 十六国时期 三秦之地一手奇快 350年 低族人蒲宏 占据关中 称三秦王 352年 蒲建称地 顶都长安 国号秦 史书上就叫前秦或者蒲秦 383年 前秦出兵伐晋 大败于肥水 关中空虚 原来 降于前秦的 羌人 姚长叛变 自称万年秦王 又在长安称地 国号 还是那个秦 不知道蒲建 秦何以堪 这个政权史称后秦或者 姚秦 万年秦王 就是个吹牛 后秦34年就完蛋了 朝代虽短 却留下一个瑰宝 那就是佛教一经大师 纠摩罗什 当年 蒲建为了得到他 不惜出兵 结果却被后秦占了便宜 让姚秦成为 中国文化史上 光辉灿烂的时代 十六国中 还有一个西秦 是先卑人的政权 被两次灭国 杜安宁得很 最搞笑的是 当时前赵的叛将 勾取之 起兵反赵 也取国号大秦 但年号 居然是叫平赵 赵郑同学地下有之 估计要掩命而弃了 这个秦 不出所料 只活了一个月 后来 以秦为国号的 都是杜安宁之辈 大概是因为 会把这个当国号的 大多都是 历史没学好的 蟒匠吧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 李视频 动力士栏目 李视频